来那鞋躺 跳跃超人 你们听到他的声音了 好痛啊 一二三 最后一下 三二一 挑战成功 嗨朋友们 金姐姐来咯 快来跟我看今天的隧道 看到了吧 超多小动物布置出来的障碍赛 今天我们将通过 跳跳还有爬的方式 来挑战所有的小动物 布置出来的超能隧道 那我们就在第一个入口那里 准备开始吧 走 这是我们第一轮会用到的羊角球 准备 狗狗 狗狗 开始跳啦 接下来可是有点难度的第二关 你们准备好了吗 跟我去看看有哪个动物朋友等着我们吧 加油 第二轮的小围动物是小刺腕 刺腕刺腕快给金金姐姐加油吧 试导 Moż 准备开始了 这个看起来超级的挑战 保持中心稳定 向前 你们听到它的声音了吗 好痛 成功了 成功 爬过这个半圆 怎么样怎么样 你觉得重心还是很稳定的吗 这个状态也看起来太惊人了 我要去试试 朋友们 我已经在做热身运动了 准备 3 2 1 哇 快看 门上有一只小羊 还有小羊羊在等着我呢 准备冲最后的终点了 1 2 3 1 2 3 3 2 1 哇 哈哈 挑战 成功 金金姐姐今天 满满 这期节目里面我们通过跳跃 卡行 两个动作 提升了小朋友们 潜艇平衡能力的发展 同时 也提升了他们的重心稳定性 以及专注力哦 好啦 如果你们想要获取更多的早教VG内容 别忘了点赞订阅 这期的问题来了哟 这次的比赛中 金金姐姐一共遇到了多少只小动物呢 留言告诉我吧 我会从评论中抽起一位答对的小朋友 送出金宝哦 下期我会带大家去玩更多好玩的游戏和玩具 那我们不见不散 拜拜